哈喽我是乌龟 本部影片是以测试服环境录制 一切内容以游戏时装之后为准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失序之王挑战的参考解法啦 先来看一下这个挑战长什么样子吧 哇这个挑战的阵型好小哦 是用城墙排成了宝剑的形状 里头有六个蛮王在防守 以及三个毒药塔 除此之外没有看到其他的防御建筑 但是相信有经验的观众 一看就会知道了 怎么可能只有这样子的没错 这把宝剑的外侧是摆放的满满的电塔 三点的角落也有藏着星机小电塔 那在宝剑的四周除了电塔之外 还有一大堆的大炸弹以及骷髏陷阱 给的部队配置只有野蛮人 再加上超级野蛮人 以及蛮王和一罐毒药而已 现在就马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通关路线 先用小野蛮人来把外侧的电塔 炸弹和骷髏探出来 两侧的大炸弹是对称的 每一侧共有七颗 这边是前两颗 然后第三第四 接着五六七 所有的大炸弹跟电塔 以及骷髏陷阱都探出来了 我就陆续从六点的外侧下野蛮人 配合着毒药 把这些骷髏全部都处理掉 然后在这个阵型的左右两侧 各丢了一个超级野蛮人 来把两座毒药塔的毒药给骗出来 等到六点钟 这边的骷髏全部都处理完了之后 我先下两个超级野蛮人挡在前面 然后跟上我的蛮王 进场直接开技能 三点外侧下两个超级野蛮人 可以处理掉角落的电塔 跟骷髏陷阱 接着我从阵型的四面八方 包围了一大圈的超级野蛮人进来 然后手上留着的几只超级野蛮人 是用来处理比较靠近 毒药塔位置的英雄 希望我可以陆续的 再补上超级野蛮人 把这些英雄处理掉了之后 尽快的把毒药塔给打掉 不要让毒药又重新装填 然后丢出毒药法术来 右边的这个毒药塔 看起来没问题了 12点钟这里的毒药塔 已经重新装填 并且再丢出了一罐毒药法术 不过没关系 等到他这个毒药失效了之后 我就可以再靠近12点的外侧 单独下一只超级野蛮人来开墙 然后把12点的毒药塔给处理掉了 这个打法看起来好像很无脑 但是他有他的道理在 因为超级野蛮人 一只是可以单挑的过一座电塔的 不过他外侧的电塔摆放的 实在是太密集了 如果你没有尽可能的 铺上一整圈的超级野蛮人 来同时处理掉 眼前的这些电塔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分散掉 你的超级野蛮人的攻击力 反而是让集火的电塔群 把你的超级野蛮人 全部都电光光 所以一次包上一整圈 来清掉外侧的电塔 会是比较有效率的处理方式 而且重要的是要尽可能的 赶快把毒药塔给处理掉 这个进攻 我最后扣下了30只野蛮人 再加上10只超级野蛮人 就完成了挑战 如果你不要想着扣部队的话 所有的部队全部撒进去 并且避开毒药塔 相信这关的挑战难度 会是相当低的 如果你扣下了更多的部队 甚至是扣下了英雄 就完成挑战的话 请一定要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一次的挑战关卡再见 拜拜